全球第五大、亚洲第二大的台北工具机展览会 已经在昨天成功结束 这一次的展览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呢 我们带您看到长期致力研发 五周立式加工机的台湾厂商 推出了小型的教学机种 用巴掌大的遥控界面代替繁复按钮 同时也发挥弓箭制程研发整合优势 迎接智慧工业4.0的时代 左转右转操作工具机的大型按钮 变成巴掌大的遥控界面 小型的五周教学机模拟工厂里的大型机台 让学生在校体验职场训练 有同动的动作到曲面的动作这样 那依序弦逊渐进的话 那这样学生在学习上 他的理解度会很快 那他也不会觉得说 一下子要动到那么大的台的机器心理负担很大 长情之力研发五轴力士加工机的台湾厂商 推出单轴五轴教学机 成本不仅降低三倍更容易上手 另外面对工业4.0智慧自动化趋势 业者发挥弓箭制程研发整合优势 将机器手臂与夹具结合 客户端自动化系统建构 缩短制程时间提升效率 自具的一个更替上 就是说我们已经结合了一个自夹具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在自具的设计上 有一个固定的一套模式 那这样来讲就是说 我们手臂上现场在架设的话 那个时间上是可以节省掉的 大概是两个小时至半天 台湾目前是全球第四大工具机出口国 工具机潮多工 高精 速度以及智慧技术等发展 在两年一度的台北工具机展览会 台湾厂商除了推出最新趋势 也设计教学机种 培育校园工具机专业人才 提前做职场准备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一豪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